皇家画园的设计师 样式房的建筑师 大量的官员 以及数万名工匠 所有人都在为日益扩大的圆名圆府 宫殿每一天都在增加 与雍正相比 乾隆总是很从容 他似乎就是为了懂得这个大帝国而出生的 晚上皇帝会选择和一位妃子共度粮宵 有专门的太监对此进行详细记录 这是皇家觅当的一部分 为了大清帝国的延续 必须保证皇家血脉的纯正 今天早上 我要赶到圆名圆 参加一个重要的仪式 在宫门口 我遇到了法国传教士 王志成 像二十四年前的我一样 但今天也是第一次拜见大清的皇帝 从乾隆即位开始 新一轮的圆名圆扩建持续了九年 功臣刚刚结束 乾隆就带着他最宠爱的大臣 为园中的每一处景观写实命名 这座曠世园林 极大的刺激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法国人 王志成 他在随后寄往欧洲的信件中 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印象 中国皇帝的离宫 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 都极宏伟和美丽 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 任何与他像类似的东西 中国人在建筑方面表现出来的千变万化 复杂多端 令人难以置信 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 我不得不承认 和他们比较 我们又单调又缺乏生气 这处景观的设计来自于古代的神话 灿若白玉的台阶依水而溅 仅比辉煌的宫阙瓶水而立 每当博物在水面上生气的时候 这里如梦如幻 宛如仙境 乾隆将传说中东海的龙宫 移植到圆明园 雍正时期 宫殿的外观都比较蓬素 而在乾隆的心目中 不管是人间还是仙境 所有的美丽和奇迹 他都应该拥有 乾隆的自负在日益膨胀 圆明园也越来越豪华 十八世纪中期 大清帝国拥有空前的财富 史无前例的圆明园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王志诚在信中写道 大清皇帝的离宫中 充满了中国 印度 以及欧洲的各种珍宝 为了感激祖先的恩赐 乾隆修建了这座皇帝 皇家祖祠来纪念康熙和雍正 这是圆明园中规模最大的建筑 庞大的宫殿 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 圆明园一直追求的和谐境界 正在丧失 王志诚在信中写道 园中有一个小城 太监们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 商人 工匠 使兵 甚至小偷 黄帝化妆成文人混在人群中 几乎不被察觉 几时上货物琳琅满目 丝绸 瓷器 古董 都来自于北京著名的商号 为了取悦皇帝的家人 扮演小偷的太监遭到了严刑侨打 我几乎分不清楚真假 法国人肯定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迷惑不解 这是一出在圆明园善演的大型戏剧 演员是皇帝和他的家族 以及数百名太监和宫女 这个显赫的帝王家族 拥有整个中国 却失去了普通人的生活 通过这种怪诞和扭曲的方式 他们正在享受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快乐 圆明园 皇家生活 永恒的舞台 王志成的信 在欧洲引起了轩轩大波 各国皇室开始竞相模仿圆明园 在当时的欧洲 特别是英国和法国 皇室和贵族 以拥有中国的东西而自豪 中国式成了时尚的标志 十八世纪中期 在西方沉迷于中国园林的同时 一些来往于大清宫廷的欧洲人 也在传送西方的信息 有人告诉乾隆 法国凡尔赛宫的水法名声显赫 在乾隆看来 大清是天朝大国 无所不有 无所不能 理应拥有媲美于凡尔赛的水法 乾隆想在圆明园东边 一块狭长的地带 造一座豪华的西洋花园 我年轻时 在法国学过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 皇帝命无独造之座西洋花园 中国人对欧洲建筑并不了解 宫廷画师们几乎帮不上忙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幸运的是 王志诚和一个叫江友仁的法国人 可以做我的助手 在教会的支持下 我们从欧洲得到了大量的建筑资料 帝国也在南方的广州 设立了专门机构 从欧洲采购玻璃等建筑材料 但是 最让人头疼的是 皇帝对这个工程充满了热情 他在很多细节上 都有自己的主张 花园和奔泉的设计草图 经常一改再改 根据欧洲的习惯 朗世宁设计了大量的人体喷泉 但是 在乾隆看来 这些东西不能照搬 在当时的中国 女人暴露肌肤 都不符合道德规范 皇帝无法想象 裸体的西洋女人 安放在帝国的离宫中 是什么样子 皇帝建议我们用动物来代计 中国有十二生肖的说法 一种动物代表一年 每十二年一个轮回 但是 铸造这些惊动雕像 十分困难 我不明白 工匠们好像忘记了这种古老的工艺 圆明园中 藏有很多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 铸造工艺相当精美 但是 大清的工匠已经很难找回祖先的技术 乾隆并不知道 大清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停滞 甚至倒退的状态 十二生肖终于完成了 我来中国已经整整三十年 为了表彰我的忠诚 皇帝赏赐我一道官服 我已经是帝国的高级官员了 西洋花园是雷氏家族唯一没有主持的皇家工程 代替他们的是以朗士宁为首的几个西方传教士 漫长的工程持续了十多年时间 对于这些工匠来说 欧洲建筑很陌生 他们得总读学籍 麻烦的是 宫警太监和帝国的官员 他们的权力很大 但管理方法和思维模式很落后 效率很低 我一边监督工程的沁展 一边画像 三十多年 我一直多使皇家的御用画师 给一个勇士换乡 还是弟子 这个叫阿玉西的勇士 也达到了顶峰 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这些大型历史绘画 在为乾隆各供颂德的同时 也忠实地记录了大清帝国的荣耀 十八世纪中心 十八世纪中期 大清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帝国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粮食产量和工业产质也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 对于乾隆来说 如何花钱成了问题 国库中因为积存了太多的银子 竟然影响到了正常的货币流通 空前绝后的圆明园 就是在这样一个空前富足的年代建造起来的 没有人知道 修建圆明园究竟花了多少钱 整个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 皇帝就讲这座宫殿 赐给了他的一个维族妃子 妃子的故乡在帝国的西部 那儿信封伊斯兰教 这儿讲是他专用的祈祷场所 在平定西部边疆的时候 这个女人的家族 由于功勋卓著而潜到了北京 史书记载 他是乾隆曾经最宠爱的妃子 一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财富的皇帝 可以用任何方式表达他对一个女人的感情 为了让皇帝的妃子打下思乡之情 我们在花园的东边重建了他的草原故乡 像意大利歌剧的舞台布景一样 石幅大型油画根据透视原理 依次向前在舞台砖墙上 郎士宁将帝国西部的风光 搬到了圆明园 这是郎士宁设计建造的规模最大的欧式建筑 位于花园的中央 一天24小时 各个生肖动物每隔两小时 依次轮流喷水 中午12点钟 12只动物则一起喷水 庆功大案中说 所有的喷泉同时打开的时候 洪水般的声音 几笔之外都可以听到 公元1760年 工程全部完成 消息从宫廷传向了整个帝国 郡公的那一天 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 都来观看西洋水坊 皇帝十分高兴 五十岁的乾隆沉浸在美梦当中 鼎盛的大清将交给他的子孙 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 空前的自豪感笼罩着乾隆 他达到的成就无人可及 他拥有的荣耀无人可比 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帝王 也是无人的世界之王 这是位于花园东部的一组喷泉 这里专门安放着皇帝观看水坊的宝座 在东西长八百米 南北宽七十米的一块狭长地带 分布着三组大型的喷泉和西洋建筑 罗马是立柱 巴洛克是拱门 勒洛特式的植物造型 五彩斑斓的琉璃靶 这座中西河壁的花园 可以和欧洲任何一座皇家园林匹备 在花园西边的迷宫 宫女们在围墙中东奔西走 谁能最先跑到迷宫中心的亭子 将得到皇帝的奖赏 流动的花灯 欢声和笑语 圆明园宛若梦幻 沉浸在如此美妙的欢乐当中 皇帝绝不可能意识到 表面浮华的帝国 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是如此临近 如此致命 当乾隆在圆明园大兴土墓的时候 英国工业革命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剧烈的变革在西方已经发生 东方的大清帝国 依旧在按照两千年前的模式运转 喷泉建成后仅仅三年 提水机械就被废弃 改为人工打水 废弃的命令来自于乾隆 他认为这些西洋器物 只是用来消遣的雕虫小技 在对待科学方面 乾隆的态度比雍正更为落后 在乾隆看来 科学就等于玩物丧志 制度僵化 政治腐败 闭关锁国 所有这一切 使大清帝国在鼎盛的外表下 潜藏着巨大的忧患和灾难 这个自负的皇帝 统治大清打六十年之久 也注定了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